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東方聖人 那這一集來到我們這個要如何才能夠禪定的第二集 那麼這集我來跟大家講解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 就在這裡說呢,我這一集就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什麼才叫做我們要怎麼樣才能夠去 這種最快最短的速度 然後去證得到那個聖道聖流一個真理 這集跟大家講解一下,這時候一定要看完喔 因為看完的話對你的利益來講的話會還不錯的 好,我們直接開場,我就在這裡說 一開始喔,我們在這個修行實踐的話 如果說你們有訂閱我的影片的話 就是你們有觀看有訂閱有幫我按讚的話呢 你們有在做這些事情的話 那你們就已經算是有陸流的人喔 那什麼叫陸流呢?陸流的話就是有在相信這樣子 雖然說不一定到這個精進實踐 但是有在相信,有在慢慢的去行動的話 那其實這樣就算了 這樣的話就不會轉退這樣子喔 那什麼叫轉退呢?轉退就是說 你退我的訂閱,那你這樣的話就轉退 你就沒有這個功德,你的功德就不見了這樣子 所以說,如果說你們有在這個訂閱 那有在看我的影片的話 那麼你們就能夠去累積你們的這個功德 那你們的這個功德呢,就不會消失喔 所以我說這樣的話就是跟一般的人喔 跟這個陸流,就是說有入門啊 就是有大概聽說過我 然後呢,知道呢我在講解這個政法 就是說有聽聞政法的人喔 這個就叫做已經陸流這樣子喔 那有聽聞政法的人喔 會有一定的一個力量 所以說你們會有一定的一個性跟慧根之類的 你們會有一個一定的 因為如果說你們沒有慧根的話就不會加入進來嘛 所以說這個就是這個陸流 那陸流的話跟這個聖流還差非常的遠喔 所以跟解脫之道還差的很遠喔 那陸流在網上更深一階的話呢 這個叫做我們像是我們陽門切的這個成員 叫做御流 那御流的話就是御備 御備的意思喔 就是御備準備要進入聖道聖流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還沒有進入到聖道聖流 所以很多人都說 東方聖人人啦 你進入到這個聖道聖流的時候呢 我就說欸這個東西不能講啦 但是我跟你們講說呢 我們呢能夠跟你們保證 我們都是御,御資聖流 那什麼叫御資呢? 御資的話就是已經御計喔 一定會進去 那多多長的時間呢 會很短 就是說就舉例來講 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差別 就在說呢 我就說你們喔只是有在這個陸流而已嘛 那你們如果說有在陸流 有在看我的影片的話 那你們可能就覺得說 你們可能就覺得說 東方聖人喔 那我先死個持戒 那我持戒個五天這樣子就好了這樣子 那像我們陽明企業不一樣嘛 你只要加入我們陽明企業的話 我們陽明企業是不會倒閉的嘛 就是說你們呢就是一輩子的 就是我們陽明企業的這個成員 一輩子就會走在這個正道上面 最後他們就絕對不會轉退 他們就能夠一直加入裡面 然後去修行一輩子 最後他們這一生喔 就可以去正道這個聖道聖流這樣子的 但你們不一定嘛 因為你們還沒有加入陽明企業啊 就是說你們在修行實踐的時候 不能夠說什麼 東方聖人啊 我堅持個五天就好 我說不行這樣子啊 我說你留在一輩子喔 你要注定你一輩子要往這個地方去走 然後才能夠捨棄所有的這個慾望喔 好了那講了這個關於我們的這個陸流 然後還有這個御之聖流 現在要講一下什麼叫聖道聖流 什麼意思呢 就是在說我們有沒有正到出國啦 那成佛的話 其實還沒有那麼快成佛 成佛分為四個階段喔 就是你要先正到到這個出國 惡國 三國 然後第四國阿羅漢 才是跟佛陀一樣的境界 就是說這個要慢慢去正德 但如果說你進入到這個 就是說我們從 假如啦 我們從這個御之流啊 已經正到了這個聖道聖流的話 那我們就不用再精進修行了 什麼意思呢 就是在說 你不用精進修行喔 你的煩惱自然也斷除 那你自然就會精進喔 就是說你不用刻意去想說我要精進 因為你這一方面的煩惱已經斷除掉 這就是進入到這個聖道聖流的一個差別 好那馬上來跟大家講解一下 就在說我們到底要怎麼樣這個禪定呢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打坐 才能夠讓你們喔 從這個陸流 然後呢 到這個御之流的一個真理喔 這一個大家講解一下 就在說 我就說 你們在修行在打坐的時候 可能很多人就說 東方聖人啊 我晚上可能要睡覺什麼的 我可能受不了這樣子 有時候你叫我們這個晚上24小時都不睡覺 一輩子都不要睡覺 的話我覺得很難 很難辦到這樣子 那或者說 因為有的人可能就問 我說那那個東方聖人啊 他就說呢 我的這個慾望呢 還是斷不掉怎麼辦呢 我說 當你打坐修行的時候呢 你就這樣去想說 你就想說呢 欸 我現在都已經 就是說你不要去想說我在辭戒 你應該想說我本來就是要這樣去做 那你就想說 我要辭戒一輩子喔 那這樣的話 你才能夠徹底的斷掉那個慾望 所以我說你在打坐的時候要這樣想 那你就能夠真正的斷掉慾望喔 那如果說你想說呢 我要辭戒 我要辭戒多久是多久 所以你這樣去想的話呢 那麼你的慾望就是沒有斷除嘛 你還是會去執著那些東西 所以我就說 不要去執著那些東西喔 你在消暑煩惱的時候 你就不要去執著那些東西喔 那如果說你能夠完全放下的話 那有什麼困難的 就是說 如果說你執著的話 那他就是非常困難 幾乎這個難以登天這樣子 那如果說反之喔 如果說你去想說呢 我就是他這個修行實踐 我已經下定決心 那我的決心就不會再改變的話呢 那這樣的話 你就能夠進入到這個慾 這個慾滋陣流這樣子 你就再也不會再犯 那麼你的慾望呢 你就能夠完全的消止掉 因為你已經捨棄了那些東西嘛 就要去捨棄掉這樣子喔 我說你們在這個修行打坐的時候呢 保持正念 然後再去想說 我要去捨棄這些東西的話 那你們很快的 大概兩三天喔 或者一天 或者幾個小時 就能夠進入到這個慾滋流 那當你進入到慾滋流的時候呢 你就能夠徹底的理解這個陣法 那你就能夠知道說呢 我們人喔 晚上就不需要睡覺了 這是真的這樣子 那你就能夠開始堅持喔 而且你就不用刻意堅持了 你就覺得說 本來就是不用睡覺 為什麼說我們要睡覺呢 你就不會有這種感覺 那麼你就進入到慾滋陣流 那麼這集講到這邊了 那我也是就告訴各位觀眾朋友們 這個世界末日快要來了 所以說呢 大家一定要趕緊去做 你要這樣去想說 欸 現在時間都不夠啦 這個分秒必真啦 這個分秒必真 我什麼時候呢 幹嘛要鬆懈呢 我一定要這個 就是說這個精進這樣子喔 那不用可以啊 就是要有這個決心這樣子 就是說要去修行這樣子喔 那麼當你進入到這個慾滋流的時候呢 你很快的就能夠再進階到這個慎滋流 為什麼呢 因為我說當你已經開始精進的話 那麼這個速度呢 就會提升個幾千倍幾萬倍的 所以說就很快就能夠達到 那麼這集講到這邊了 我們下集待續喔 大家拜拜